历史上争夺敌长兄储君之位的帝王有哪些人呢?如隋阳帝杨广,唐太宗李世民,隋阳帝做次子晋王之时,曾身居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,替父兄挥兵南征,荡平陈朝,攻高天下,而后废杀同母大哥杨广,夺得江山,成为太子,又在仁寿宫试杀了父皇隋文帝杨奸,做皇帝之后,又三征辽东,遭大运河树下江淮,营造洛阳,江都行宫,搞得民不聊生, 在位十四年,最终设计丢失,成就了大唐盛世,唐太宗李世民,做次子秦王之时,也曾身居天策上将之职,替父兄长兵征法,扫平四方,功高还宇,而后在玄武门诛杀同母大哥李建成,四弟其王李元吉,终于使其赴唐高祖李元,策立其为皇太子,李世民做天子后,两征辽东,杂建臣魏征碑,在位二十三年,虽有贞观至世之美名,晚年却昏昏, 在珠子、征魏的漩涡中,差点步了隋文帝的后尘,看来曾经带兵平定四方,风头盖过敌掌兄太子的次子秦王,一般都会在德智之后,都落得没有什么好下场,雄豪的隋阳帝,鹦鹉的唐太宗都不能例外,可在实际历史上,却有这么一位次子秦王,却成为了例外,他的亲大哥也不是平凡之辈,可他也同样掌握了天下的兵马,像杨广,李世民一样 有征伐之大权,且战功赫赫,一生征战,现有败绩,他替父兄定江山之后,却没有像隋阳帝,唐太宗那样,非常积极地谋划夺敌征位,而是偏爱他的亲妈妈,以断万狠辣的手段,替他一力争来了皇权地位,所以说他从贤明大哥手中拿到龙椅,其实并不怎么费力,可他又不是一个像隋阳帝,唐太宗一样冷血无情的帝王,他非常重视亲情,对父亲,母亲,还有亲大哥总是无比怀念, 居然赴死十二年不改年号,历史上绝无仅有,这在史册记载当中是非常罕见的,后来他还收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义子,这位义子后来也做了皇帝,这也确确实实是一段传奇,这位帝王征伐四方,武功方面一点也不比隋阳帝,唐太宗逊色,在后来的帝位传承问题上,他也非常开明,没有把皇位传给儿子,反而是非常大方帝传给了大哥的长子,到后来他的长子也从唐哥手里承袭了皇位, 这样书中执己,兄弟平和相成,也成为了历史上少有的佳话,只不过这位帝王最后的结局有点让人难以接受,他灭掉了两个中原王朝,两次登基做皇帝,却在班师退兵的途中,因为赤兵消暑过度而突然驾崩,由于当时回到老家的路途非常遥远, 将士们只好在征求了皇太后的意见之后,将他扑空度覆,塞满盐巴,最终将他制成了后世广东最出名的第八客,然后运回到老家安葬。 这也实在让人唏嘘不已,今天小编就来细细讲一讲这位传奇的帝王,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他就是与隋阳帝,唐太宗人生经历极其相似的辽太宗耶律德光,其次得紧,这是他爸爸耶律阿宝基,希望他长大以后做事能谨慎,而他还有一个小字姚谷,这是他妈妈树绿太后认为他可以成为像上古姚帝一样的圣君,他是辽太祖耶律德光的嫡次子,生在大唐王朝唐昭宗皇帝天赋二年,耶律德光长大之后,他的模样非常端严肃,可内心却非常宽人。 辽太祖也非常喜欢他,参与决策军队和国中之士,到了辽国天赞元年,辽太祖授予他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,由他统领辽国六军南征中原,第二年,耶律德光就带兵攻下了平州,也就是燕京一带,并且捉住了当地的汉官赵斯温、张崇等人。 截略了河北的镇,定二州,而中原各大豪强,看到辽国铁骑进贩,哪怕是高磊兼臂都不敢出战。 耶律德光就更加洋洋得意了,一时间认为自己已到了天下无敌的境界,辽师冲杀到了幽州地界, 后唐大将服存审,也就是晋王李克用的杨子李存审,立马在幽州南出兵抵抗, 耶律德光虎为震怒,纵兵出击,大破唐军,并且还活捉了唐师副将裴信等数十元猛将, 后来耶律德光又跟着辽太祖大破于爵里诸部,平定了荷然唐雾尔部, 又攻下了山西诸镇,拿下了回湖禅于城,东平渤海国,大破达鲁谷部,东西万里,所向无敌, 他的功劳在整个辽国无人能比。 天险元年七月,辽太祖驾崩,树律太后砍断自己手腕之后, 全面掌管了辽国的大权。 第二年,东十一月,辽国人皇王,皇太子殿下耶律被率群臣对太后说道, 寡人二帝皇子大元帅耶律德光贤弟功勋太高,威望太大, 辽国内外还以对他心悦诚服,只有二帝德光才能成绩辽皇大统。 树律太后于是冷笑着答应了,就在这一天,耶律德光登基成为了辽国皇帝, 他拜业了辽太祖的宗庙,又举行了契丹传统的柴册祭天之礼, 然后他回到了辽国上京临皇府,也就是如今的内蒙赤丰帝界, 而群臣又很快给他上尊号为四圣皇帝, 有私请求辽太宗耶律德光改掉年号, 德光冷笑着说,寡人虽然是契丹人,也迫之汉礼, 傅桑当年怎能改元,若改年号, 岂非让汉人笑话,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入主中原, 成为华夏之争硕,可见他的气度之恢弘, 于是不允许改掉年号,群臣当时相当尴尬, 但也从此佩服辽太宗的见识和威德。 辽太宗又遵妈妈树律太后为应天皇太后, 立自己的王妃萧氏为皇帝, 他举行完正式的登基大典, 就检阅了自己的晋士班局成员, 然后了国的诸道将帅也向他辞别贵振, 然后他又祭祀了天地,又遣使者传于天下诸国, 他又在近郊检阅了辽国的群木官员, 很快女真部就第一个派人来向辽太宗进贡, 为此辽太宗非常得意, 立马拜业了辽太祖的宗庙, 天险三年春正月,辽太宗简阅了皮饰,拽辣, 黑黎三部兵马, 下的黄龙府一带的罗涅和女真, 达鲁古部都派人前来朝贡, 一律德光于是任命王玉为新国军节度使, 兼中书令, 三月,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派人前来说, 要以定州地盘向辽国投降, 下的唐明宗李四元立马出兵进行征讨, 王都就派人向辽国起源, 辽太宗命大将西图里铁拉带兵前往救援, 四月,铁拉大败唐将王燕囚于定州, 唐明宗于是命唐兵大吉, 铁拉下得赶紧向辽太宗请求增派援兵, 辽太宗也很快命替引涅离滚, 都统扎腊引兵救援, 五月,辽太宗跑到索拉山打猎, 他还要强行让部下走开, 自行一人独自狩猎, 他又命林牙突吕不争讨巫谷部, 下的女真部又派人来进贡, 六月,由于不下雨, 辽太宗举行了契丹人传统的瑟瑟礼, 就是祭柳神和瑟柳, 秋七月,突吕不跑来禀报说争讨巫谷部大姐, 不久,王都也派人来说, 唐明宗的大军击破了定州, 铁拉战死, 聂里滚, 茶辣等数十元辽将都被活捉了, 这时候, 耶律德光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以平定天下, 于是就对群说这是出师非识, 也就是出师征伐没选好时机, 所以非常悔恨, 便对战死的将校家属给予了后赐, 然后又跑到太祖宗庙告罪自责, 九月, 辽太宗突然临行大哥耶律贝的府邸, 因为说皇帝难做, 这使得耶律贝心中非常不安, 因为按照辽太祖在世时的计划, 皇位本就该耶律贝来做, 不久, 耶律德光只好像他爸爸辽太祖一样, 前使向唐明宗称臣, 过了几天, 辽太宗又跑到耶律贝的府邸做客, 不久, 唐明宗派人送来御敌, 此御敌知邪音, 辽太宗因此非常害怕, 于是决定亲自征伐后唐, 不久, 唐明宗又派使者前宣旨, 希望辽太宗已故唐末松都督府大都督之旨, 向后唐称臣, 辽太宗于是问, 左右近尘言该怎么办呢? 左右接言道, 后唐多次前使前来, 实际是畏惧陛下的天威, 前番堂皇送来御敌, 御敌之意不过是防守边界而已, 看来唐军不会主动杀到我们辽国来的, 只要我们没有庆举妄动, 如今我们只要好好观望, 在四季而动就行了, 辽太宗认为很有道理, 不久, 辽太宗亲自来到了姓郭, 这时, 后唐使者又跑了过来, 辽太宗认为后唐一位求和, 就把大军全部撤了回去, 当时叶律贝在上京黄东, 辽太宗就不想让他再回到自己的封地东当国去了, 于是下诏命耶律与之江东当国, 也就是就渤海国的军民, 全都迁往东平府去了, 可有些百姓心怀东当王耶律贝, 不享受辽太宗的直接管辖, 就逃亡到了新罗国或女真部去了, 而有许多穷困老兵不能迁徙者, 辽太宗就允许他们留在当地, 但剩下的富民要给他们赡养费接济他们, 他们也隶属于这些富户, 不久, 辽太宗又将东平郡升格为辽国南京, 天险四年春正, 辽太宗宴请群臣及诸国使者, 并安排众人陪他一起看戏, 下四月, 辽太宗居然三次拜议他的亲爸爸, 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的庙庭, 不知为何, 不久之后, 大哥耶律贝从东当国来朝, 秋七月和八月, 辽太宗又两次祭奠了太祖宗庙, 然后再次临幸了大哥的王府, 接着又去了太祖庙跪拜, 九月, 辽太宗前往燕京, 然后祭祀了契丹的人, 祖灵神山木叶山, 不久之后, 三十六岁的辽太宗举行了再生礼, 东十月, 辽太宗又跑到大哥府邸, 并且还宴请了群臣, 他又检阅了朱营兵马, 又宣布云中郡朱县没有被打下来, 然后大跃全辽六军, 接着下诏命三帝耶律李湖挂帅, 快速出兵云中, 征讨那些不肯臣服的郡县, 三帝出征之时, 他还祭拜了太祖庙庭, 天险五年春正月, 耶律李湖攻下了环州, 二月, 李湖从云中颁师来线捷报, 不久, 辽太宗与大哥耶律被共同朝见亲妈妈树律太后, 太后认为他们两个人的书法都不错, 救命二人在狱前写字来看, 不久, 辽太宗册封皇帝耶律李湖为寿昌皇太帝, 兼任天下兵马大元帅, 这是因为树律太后最喜欢的儿子就是李湖, 如今李湖做了太帝, 又兼任了耶律德光没做皇帝前的最高职务, 这等于就是说将来辽国的地位, 是要传给李湖的, 树律太后得知一定是非常高兴的, 而东丹王耶律被肯定是更加落魄, 辽太宗又任命龙化州节度使刘居炎, 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室, 也就是宰相了, 过了几天, 他又将东丹王的辽蜀全叫到偏殿去设宴款待, 做完这些事, 到下四月的时候, 辽太宗又下诏命耶律被先往祖陵拜业太祖, 接着他也来到了祖陵, 在太祖神位前不知和大哥说了什么话, 不久耶律被就归国去了, 五月, 辽太宗又将辽太祖的御荣挂进了自己的名殿, 秋七月, 他又命人拿石仙的果子去祭奠辽太祖, 九月, 辽太宗又派亲信舍利普宁前往东丹国抚慰大哥耶律被, 又下诏给耶律被设置一位, 其实就是对大哥起到监视作用, 不久他又拜业了太祖庙, 可见他做这个皇帝心理压力是巨大的, 冬十月, 辽太宗又派人给大哥送去祭祀用的座肉, 也就是肉干, 当年孔子做鲁国大司寇的时候, 就是因为没有得到鲁侯的座肉, 气得发疯离职而去, 可见这个座肉是多么贵重的礼品, 辽太宗又给辽太祖建立了一块太祖圣公碑, 不久耶律被给他也送来一支御笛, 这是在暗示着他像唐明宗一样, 只求御笛自保, 而无意在与他争夺皇位吗? 十一月的时候, 果然有人从东丹国来报, 说耶律被以佛海成州投靠中原的沙陀皇帝唐明宗去了, 没想到给弟弟辽太宗送玉笛, 原来是这个意思, 天险六年三月, 耶律被的王妃, 萧氏帅东丹国的陈辽, 跑来向辽太宗谢罪, 五月, 辽太宗又跑到木叶山祭祀, 然后又拜业了辽太祖灵, 七月, 辽太宗命所有将校都要准备兵马队后堂开战, 没过几天, 他又派人给太祖灵送去了石仙水果, 八月, 辽太宗的皇子耶律树律出生, 其实, 这就是后来的税王辽木宗耶律景, 也是他辽太宗的长子, 十二月, 辽太宗又祭拜了太祖庙, 并且还派人给后堂卢龙军节度使赵德军下诏, 要他好好听命于辽国, 天险七年二月, 辽太宗还前使跨海, 出使了江东的前使吴越王, 下四月, 后堂前使带来了大哥耶律被的书信, 看过大哥的书信之后, 五月辽太宗就跑到了祖州, 又拜业了太祖陵, 秋七月, 后堂节度使赵德军派人向辽太宗进献食仙果子, 辽太宗立马将这些仙果供奉太祖, 八月, 辽太宗在沿柳湖捕捉野鹅, 突然间风雨暴至, 辽主的玉州被倾覆了, 逆死者多达六十余人之多, 吓得辽太宗赶紧命人抚恤他们的家人, 并且再也不犯州补鹅矣, 并以此为戒, 天险八年正月, 辽太宗又命皇太帝李胡, 左威卫上将军撒歌, 率兵征伐西夏唐乌尔布, 辽太宗亲自为他们践行, 二月, 下得土于魂, 祖补部很快派人前来进贡, 三月, 李胡征讨唐乌尔布得胜而还, 辽太宗为他设宴未劳, 这时, 后唐派使者前来请求辽太宗不要再征讨唐乌尔布, 辽太宗将征讨捷报和唐乌尔臣服听命的消息, 在后唐使臣面前百般炫耀, 下四月, 唐乌尔派人来进贡, 五月, 辽太宗前往独牛山狩猎, 而踢引大臣迪脸乘坐辽国皇帝御用内就之流马突然倒闭, 辽太宗于是将独牛山改名为刘山, 辽国踢引大臣相当于汉家天子手下的宗正卿, 专门掌管宗卿贵族事务, 秋七月, 辽太宗的次子耶律衍撒个出生, 这个儿子后来被封为太平王, 因反叛而被流放, 十一月, 太皇太后驾崩, 也就是辽太宗的亲奶奶, 太宗很快派人向后唐告哀, 顺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以改名李赞华的大哥耶律贝, 这个月, 唯一能押服辽国的唐明宗李四元, 因为儿子们争夺皇位而受惊驾崩, 次子秦王李从容备展, 第三子宋王李从后即位, 这就是唐敏帝了, 天险九年夏四月, 唐明宗的杨子路往李从科斩杀唐敏帝, 自立为帝, 集唐末帝, 耶律贝在后唐写信给辽太宗, 请求二帝德光借机征讨后唐, 夺取中原江山, 秋八月, 辽太宗决定亲自南征李从科, 九月, 辽军到达云州, 没过几天, 辽军攻下了和音, 东十月, 大军又到达了灵丘, 当地父老下的赶进县牛九靠施, 十一月, 辽军围攻武州之子杨成, 杨成很快投降, 接着挖之城也投降了, 辽太宗立马将俘虏中的壮丁编排进入自己的军中, 十二月, 皇子阿波萨戈出生, 而他的皇后又病重了, 天险十年春正月, 皇后萧温驾崩于行宫, 二月百官, 请求给萧皇后追风示好, 辽太宗不允许, 而这时宰相聂里滚图谋南逃后堂, 事情被发掘后, 辽太宗派人将他捉住, 三月, 树绿太后的父族和其母前夫之宗族都被尊为国舅, 五月, 辽太宗亲自给萧皇后写记文, 刺世号为张德皇后, 秋七月, 辽太宗就跑到南赤山狩猎, 冬十一月, 他见到当年辽太祖, 树绿太后, 大哥耶律贝和他一同制成的画像, 就对左右之人说道, 昔日与父母兄长一起聚观于此, 可没过多久, 再次来到这里的只有寡人独自一人儿, 说完悲叹不已, 于是他又在墙壁上自提了一篇小散文, 来表达他内心对过往的极度追思, 左右之人读过之后, 无不感到悲伤, 天险十一年秋七月, 后唐河东节度使者石敬唐, 也就是唐明宗的女婿, 被唐末帝征讨, 石敬唐很快派出使者赵迎向辽国西南路招逃使, 卢不孤求救, 辽太宗于是对树绿太后说道, 李从哥本来就不是李氏子孙, 他是君自立, 人神共怒, 寡人夷行天讨, 然后入主中原, 而这时, 老朋友赵德军的使者也跑了过来, 请求出兵, 石敬唐又派出亲信谋臣桑维汉前来告急, 树绿太后于是允许辽太宗兴师南下, 八月, 辽太宗派出萧霞里前往河东通报持缘会师的日期, 不久之后, 德光便亲率大军救援石敬唐, 九月, 天上有飞鸟自己下坠而死, 辽太宗大笑道, 这是李从哥将自取灭亡的征兆啊, 于是辽军进入燕门关, 很快到达了新州, 辽太宗在这里祭祀了天地, 然后就来到了太原, 他派使者前往小玉石敬唐说道, 寡人兴师远来, 当即与石清一道破贼, 这时, 后唐大将高行周, 福燕青带兵来抵挡辽师, 辽太宗不敢倾尽, 于是乐兵列阵于太原城下, 等到开战的时候, 辽太宗先让大军佳装后退, 后唐大将张靖达, 杨光远立面跑到太原之西列阵, 可还没有形成大阵, 辽军反杀过来, 高行周, 福燕青想要来救张, 杨二将, 结果也被辽福兵所组, 一时间唐军首尾不能相救, 张, 杨二人大败, 气仗如山, 被辽军斩首数万级之重, 张靖达一口气逃到了晋安寨自保, 太原解围, 石靖堂下得赶紧率官署出来, 与辽太宗相见, 德光握着他的河对他进行了抚慰, 不久, 辽军围攻晋安, 东十月, 辽太宗封石靖堂为大辽晋王, 并且还跑到他的府上做客, 石靖堂和他的妻子, 也就是唐明宗的女儿李氏帅, 全部的亲属, 为辽太宗敬酒陪侍, 起初围攻晋安的时候, 辽太宗就分遣了几支精兵守住了各大要害之地, 然后又断绝了后唐的援兵之路, 而唐末帝李从科很快派出赵岩寿带兵二万屯于团白骨, 唐将范炎广也奉命带兵二万屯于辽州, 幽州赵德军则带所部兵马一万余人冲向赵岩寿的兵马, 与辽军合适进击唐师, 而唐军得知辽军和晋军都有备, 皆逗留不前,一向勇猛无敌的李从科, 气得亲帅惊奇三万前来, 到达河阳又亲自督促天下诸军向前, 可天下诸军都不肯去救张静达, 气得李从科日夜狂饮美酒。 北阁度日